民間充滿丹川的家來家家家 長期以來都沒有做經濟 家成煩麻雜草 若是剛到貨水旗 或是風台天 在家最多的勃頌 甚至淫貴補課 所以當地民眾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管理民眾在接著臨前後 是馬上集集相關黨委進行貨貨貨 當時也答應 將會提供三百萬的經費 來進行經濟 整個貨城充滿十草 上頭還有很多土豆蓋住 貨水是存了少許的一部分 雖然看起來很普通 不過剛到落後天 當地的貨民就會走到屁股 遇大雨的時候 我們放在貨資料萬丹橋 包括上下有些都會來接水 造成我們的淹水 我們貨民這裡非常困擾 民間充滿萬丹川的家家 長期以來都沒有經濟 貨城都是十草 若是剛到大火 也就是紅台天 對剩下不定的狀況 甚至因貨體貨 對市民眾出入受的影響 這兩三年了 這問題已經有兩三年了 真正經費幾年 還有沒有經費不久 萬丹川 這個竿來竿的河床 你看我們剛才看到這個竿頭 可以說那個草叢生 都阻礙流水 做成我們萬丹 和神經這麼貴民 有時候如果做露大火 都會去淹水 南大館長的臨床 再到民眾的臨床 現在想邀請上官單位進行貨貨 當時也希望 會用三百萬的經費來經濟 我們要把草叢清除 但如果下大雨 還是颱風季節來 我們就不怕 會這個河水氾濫 還承災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要立即的馬上來執行 竿頭的跨度差不多五十公分 未來管政府 已經在一公里半的當地 從土焦爬起來之後 放在家裡的相片 保護貼空 當時也從運土焦的經費線下來 解決地方 等到淹水的問題 記者財務省前報道